隔二40年才得到NBA总冠军的荆州勇士队 即将在旧金山新建一座新球场 不少居民都相当关注 也冲洗了球场的环品听证会 反对球场新建的加州护士协会的护士表示 大型体育及娱乐中心不适合建造在医院旁边 直接影响病人治疗工作 来自米深湾的支持的民众表示 他们认为勇士队的体育馆为社区提供 众多良好的商机与就业机会 根据球场建造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显示 新建的球场可容纳一万八千名观众 此外每年还将举办225个娱乐性活动 代表旧金山加大医院高层及捐款者 雇员及一些居民的米深湾联盟 当天也到场发声反对 勇士队球场发言人强森则回应说 勇士队已于过去一年半 努力与各方就兴建球场计划 听取意见及商议 以争取各方支持 他们仍将努力与医院及市府多方合作 按原定计划 金州勇士队全新体育馆准备今年秋天 在旧金山米胜湾动土兴建 预定NBA的2018至2019年赛季启用 新坦记者韩宁林萧然 旧金山采访报道 金山采访报道